朋友们好,继续分享毛泽东大传 上一节我们说,毛泽东选集的首篇 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 是毛主席1925年秋天写成的 那为什么毛泽东选集 这么多年这么多版本 为什么在时间标注上的时候 标注的是1926年3月份 这是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这篇文章 写完到发表 再二次发表,再三次发表 这有一个过程 而毛选首篇标注的1926年3月这个时间 是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这篇文章 最后正式定稿之后的 第三次发表的时间 25年秋天,毛主席写成 然后呢,中共党内呢 给拒之门外 啊,这个彭树枝 根据陈独秀的意见 拒绝给毛主席发表这篇文章 那么呢,毛主席带着这个稿子 到了广州 到了26,25年的12月份 啊,毛主席啊 寄给,那绝对不仅仅寄给了一家这个报刊社啊 但是25年的12月份 国民革命军第二军司令部政治部啊 编辑的半月刊《革命》啊 刊登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 这篇文章 正式的问世 两个月以后 中国农民啊 中国农民是国民党农民部主办的一本 全国性的刊文 全文转载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 这是这篇大作的第二次问世 因为这个影响已经很大了 三月份的时候 26年三月份的时候 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机关刊 叫中国青年 给毛主席写信 这个 希望呢 毛主席对文中啊 部分的表述 做一些个修改 然后呢 决定把修改后的这篇文章 在当月 由中国青年再一次的发表 那么毛主席呢 接受了中国青年的建议 对文章 非常慎重的 做了一次修改 修改之后 这篇文章应该说就是最后定型了 然后在中国青年发表 这就是现今我们所看到的 这个版本 我们今天就和大家一起 重温一下毛选的首篇 谁是我们的敌人 谁是我们的朋友 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 中国过去一切革命斗争成效甚少 其基本原因 就是因为不能团结真正的朋友 以攻击真正的敌人 革命党是群众的向导 在革命中 未有革命党领错了路 而革命不失败的 我们的革命 要有不领错路和一定成功的把握 不可不注意团结我们真正的朋友 以攻击我们的真正的敌人 我们要分辨真正的敌友 不可不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经济地位 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 做一个大概的分析 要不说毛主席的白话文 就是No.1 你看这文字干净利落 死路多清晰 真好 中国社会各阶级的情况是怎样的 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 在经济落后的半殖民地的中国 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 完全是国际资产阶级的附庸 其生存和发展是附属于帝国主义的 这些阶级代表中国最落后的 和最反动的生产关系 阻碍中国生产力的发展 他们和中国革命的目的完全不相容 特别是大地主阶级和大买办阶级 他们始终站在帝国主义一边 是极端的反革命派 其政治代表是国家主义派和国民党右派 中产阶级 这个阶级代表中国城乡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 中产阶级主要是指民族资产阶级 他们对于中国革命具有矛盾的态度 他们在受外资打击 军阀压迫感觉痛苦时 需要革命赞成反帝国主义反军阀的革命运动 但是当着革命在国内有本国无产阶级的勇猛参加 在国外有国际无产阶级的积极援助 对于其欲达到大资产阶级地位的阶级的发展感觉到威胁时 他们又怀疑革命 其政治主张为实现民族资产阶级 及一阶级统治的国家 有一个自称为代季陶真实信徒的在北京晨报发表议论说 举起你的左手打倒帝国主义 举起你的右手打倒共产党 这两句话画出了这个阶级的矛盾黄炬状态 他们反对阶级斗争学说解释国民党的民生主义 他们反对国民党联俄和容纳共产党及左派分子 但是这个阶级的企图 就是说实现民族资产阶级统治的国家 事实是完全行不通的 因为现在世界上的局面 是革命和反革命两大势力做最后斗争的局面 这两大势力竖起了两面大旗 一面是红色的革命的大旗 第三国际高绝阵 号召全世界一切被压迫阶级 集合于其旗帜之下 一面是白色的反革命的大旗 国际联盟高绝阵 号召全世界一切反国民分子 集合于其旗帜之下 那些中间阶级必定很快的分化 或者向左跑入革命派 或者向右跑入反革命派 没有他们独立的余地 所以中国的中产阶级 以其本阶级为主体的独立革命思想 仅仅是一个幻想 小资产阶级 如自耕农 手工业主 小知识阶层 有指学生界 中小学教员 小员司 小事务员 小律师 小商人 等都属于这一类 这一个阶级 在人数上 在阶级性上 是值得大大注意 自耕农和手工业主 所经营的都是小生产的经济 这个小资产阶级内的各阶层 虽然同处在小资产阶级经济地位 但有三个不同的部分 第一部分 是有余钱 胜米的 既用其体力和脑力劳动所得 除自己外 每年有余胜 这种人发财观念极重 对赵公元帅礼拜最勤 虽不忘想发大财 但发大财 却总想爬上中产阶级地位 他们看见那些受人尊敬的小财东 往往垂着一尺长的 盐水 这种人胆子小 他们怕官 也有点怕革命 因为他们的经济地位和中产阶级颇接近 故对于中产阶级的宣传 颇相信 对于革命取怀疑的态度 这一部分人在小资产阶级中占少数 是小资产阶级的右翼 第二部分是在经济上 大体上可以自己的 这一部分人比较低一部分人 大不相同 他们也想发财 但是赵公元帅总不让他们发财 而且因为近年以来 帝国主义军阀 封建地主买办大资产阶级的压迫和剥削 他们感觉到他们感觉现在的世界已经不是从前的世界 他们觉得现在如果只使用和从前相等的劳动 就会不能维持生活 必须增加劳动时间 每天起早三晚 对于职业加倍注意方能维持生活 他们有点骂人了 骂洋人叫洋鬼子 骂军阀叫抢钱司令 骂土豪裂身叫为父不仁 对于反帝国主义反军阀的运动 仅怀疑其未必成功 理由是洋人和军阀的来头那么大 不肯贸然参加取了中立的态度 但是绝不反对革命 这部分人数甚多 大概占小资产阶级的一半 第三部分是生活下降的 这部分人好些 大概原先是所谓殷实人家 渐渐变得仅仅可以保住 渐渐变得生活下降 他们每逢年终结账一次 就吃惊一次说 哎又亏了 这种人因为他们过去过着好日子 后来逐年下降 负债见多 见次过着凄凉的日子 沾念前途不寒而栗 这种人在精神上感觉的痛苦很大 因为他们有一个 从前和现在相反的比较 这种人在革命运动中 颇要紧 是一个数量不小的群众 是小资产阶级的左翼 以上所说 小资产阶级的三部分 对于革命的态度 在平时各不相同 但到战时 即到革命潮流高涨 可以看得见胜利的曙光时 不但小资产阶级的左派参加革命 中派亦可参加革命 即右派分子受了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 左派的革命大潮所裹挟 也值得附和着革命 我们从1925年的武萨运动 和各地农民运动的经验看来 这个断定是不错的 半无产阶级 此处所谓半无产阶级 包括一绝大部分半自工农 二贫农 三小手工业者 四电源 五小贩等五种 绝大部分半自工农和贫农 是农村中一个数量极大的群众 所以农民问题 主要就是他们的问题 半自工农 贫农和小手工业者所经营的 都是更细小的小生产的经济 绝大部分半自工农和贫农 虽同属半无产阶级 但其经济状况仍有上中下 三个细别 半自工农 其生活苦于自工农 因其食粮 每年大约有一半不够 需租别人田地 或者出卖一部分劳动力 或经营小商 以资弥补 春夏之间轻狂不接 高利向别人借债 重价向别人 跳梁 较之自工农的无求于人 自然 景欲 要苦 但是优于贫农 因为贫农无土地 每年耕种 只得收获 只得收获之一半或不足一半 半自工农 则租于别人的部分 虽只收获一半或不足一半 然自有的部分 却可全得 故半自工农的革命性 优于自工农 而不及贫农 贫农是农村中的电农 受地主的剥削 其经济地位又分两部分 一部分贫农 有比较充足的农具 和相当数量的资金 此主农民每年劳动结果 自己可得一半 不足部分可以种杂粮 捞鱼虾 四 鸡 或出卖一部分劳动力 勉强维持生活 于艰难 结绝之中 存了以足岁之想 故其生活苦于半自工农 然缴另一部分贫农为优 其革命性 则优于半自工农 而不及另一部分贫农 所谓另一部分贫农 则既无充足的农具 又无资金 肥料不足 土地欠收 送租之外 所得无几 更需要出卖一部分劳动力 荒石抱怨 或者荒石扑怨 向亲友起哀告怜 借得及斗己生 敷衍三日五日 债务从及 如牛负重 他们是农民中极艰苦者 极易接受革命的宣传 小手工业者 所以称为半无产阶级 是因为他们虽然自由简单的生产手段 且是一种自由职业 但他们也常常被迫 出卖一部分劳动力 其经济地位略与农村中的贫农相当 因其家庭负担之重 工资和生活费用之不相振 使有贫困的压迫和失业的恐慌 和贫农亦大致相同 店员是商店的雇员 以微薄的薪资 供家庭的费用 物价半年增长 心挤往往需一年一倍 一年数年一增 偶与此辈清谈 便见叫苦不迭 其地位与贫农及小手工业者不相上下 对于革命宣传极易接受 小贩不论监挑叫卖或接盼贪受 总之本小立威吃招不够 其地位和贫农不相上下 其需要一个变更现状的革命 也和贫农相同 无产阶级 现代工业无产阶级约200万人 中国因经济落后 现代工业无产阶级人数不多 200万左右的产业工人中 主要为铁路矿山海运 纺织造船无种产业的工人 而其中很大一个数量 是在外资产业的奴役下 工业无产阶级人数虽不多 却是中国新的生产力的代表者 是近代中国最进步的阶级 做了革命运动的领导力量 我们看四年以来的罢工运动 如海员罢工 铁路罢工 开栏和焦作煤矿罢工 杀命罢工 以及武萨后上海香港两处的大罢工 所表现的力量 就可知工业无产阶级 在中国革命中所处地位的重要 他们所以能如此 第一个原因是集中 无论哪种人都不如他们集中 第二个原因是经济地位低下 他们失了生产手段剩下两手 绝了发财的旺 又受着帝国主义军阀 资产阶级的极残酷的待遇 所以他们特别能战斗 都市苦力工人的力量也很可注意 以码头搬运夫和人力车夫占多数 奋夫清道夫一鼠这一类 他们出双手外别无常目 其经济地位和产业工人相似 唯不及产业工人的集中和再生产上的重要 中国尚少新式的资本主义的农业 所谓农村无产阶级 是指长工月工零工等雇农而言 此等雇农不仅无土地 无农具又无丝毫资金 只得营工度日 其劳动时间之长 工资之少 待遇之薄 职业之不安定超过其他工人 此种人在乡村中是最敢困难者 在农民运动中和贫农处于同一紧要的地位 此外 还有数量不小的游民无产者 为失了土地的农民和失了工作机会的手工业工人 他们是人类生活中最不安定者 他们在各地都有秘密组织 如敏月的三合会 乡俄前属的歌老会 晚 玉 鲁等省的大刀会 直立及东三省的在理会 上海等处的青帮 都曾经是他们的政治和经济斗争的互助团体 处置这一批人是中国的困难的问题之一 这一批人很能勇敢奋斗 但有破坏性 如引导德法 可以变成一种革命力量 综上所述 可知 一切勾结帝国主义的军阀 官僚 买办阶级 大地主阶级 以及附属于他们的一部分反动之世界 是我们的敌人 工业无产阶级是我们革命的领导力量 一切半无产阶级 小资产阶级 是我们最接近的朋友 那动摇不定的中产阶级 其右翼可能是我们的敌人 其左翼可能是我们的朋友 但我们要时常提防他们 不要让他们扰乱了我们的阵线 毛选的首篇 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 读毛主席的文字 总是那么酷畅 感觉总是那么酷畅 我想 尽管陈独秀 没有让彭树枝 在中央的机关刊上 刊载毛主席的这篇文章 我相信 因为毛主席寄给他的信封上写的是陈独秀先生 我相信陈独秀一定是读了毛主席的这篇文章 我相信陈独秀也不得不说这篇文章是一篇好文章 他也会有酷畅之感 只是因为他不同意毛主席的观点 所以让中共中央的机关刊 竟然错过了 第一个刊在毛主席这篇大作的这个两机 所以我感觉毛主席带着这篇文章 去的广州 毛主席又四处的投稿 最后国民革命军第二军司令部 政治部的这个革命杂志 才发表了毛主席的这篇文章在25年的12月 所以我相信 在25年秋天毛主席写完这篇文章 一直到这篇文章的第一次发表中间的几个月里面 毛主席人在广州的时候 一定会有其他的人 看过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这篇文章 我相信这个读过这篇文章的你们的人 读过这篇文章的人里面 我觉得应该有汪精卫 时任国民政府主席的汪精卫 正是因为他读了毛主席的这篇大作 酣畅之语 想起一培集曾经对他的引荐 想起24年年初国民党一大省 会场上下活跃的那个湖南毛润之的身影 才有了汪精卫 提名毛泽东 出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的这个动议 并且获得了全票的通过 分享到这儿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